一家公司董事经理连同总行交长的一家三口 捏造虚假的投资计划 在两年内狂骗西马半岛 227名受害者脸才超过3亿令吉 幸好东窗事发 四人都被压到了槟城巧知识面控 另外在比利的怡保 则有三个人联手进行仿帽名牌鞋生意 非法拥有一万七千多双的帽牌鞋子 进而每人面对超过17万令吉的罚款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两男两女一共四名被告 在两年内以投资骗局 诈骗半岛227名受害者 脸才超过3亿令吉 而在今天被压到乔治市地方法庭 在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第四之一之B条文下面控 四人合共面对150项控状 首名被告是53岁的阿都华和 他是NAR Trading有限公司的总行销长 一共面对30项控状 第二名被告是50岁的利索必威 他是首名被告的妻子 是一名家庭主妇 共面对一项控状 第三名被告是26岁的诺哈菲莎 是首被告的女儿 同样面对一项控状 至于第四被告 36岁的莫哈默纳斯里 是首被告任职公司的董事 一共面对118项控状 四人都不认罪要求审讯 法官批准被告们以25000令吉 到30万令吉到保释金保外候审 案件责定11月15号过堂 根据报道 这家公司早在2016年活跃 需够大量不存在的外汇 酒店和咖啡店投资 打出注资后短时间内 就能拿到至少10%回酬的诱人条件 在半岛多个地点招摇撞骗 不过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 沉寂下来 之后就在去年被槟城警方取缔 镜头转到霹雳仪宝 男子连同妻子和堂哥 进行仿冒名牌鞋生意 被执法单位侦破 进而起货17,995双仿冒名牌鞋 根据控状 50岁被告Yap Yen Yit 他的41岁妻子孙亥夏 和60岁堂哥Yap Yen Sing 2019年12月18号 在霹雳仪宝万灵望工业区 拥有大批验品 抵触2011年商品说明法 法官诺拉西马判处三人 个别罚款175,950令吉罚款 至于生产冒牌鞋的工厂 则面对263,925令吉罚款 三人决定上诉 法庭批准三人 各以5万令吉交保护审 大臣 施錦 咸面 石 石 施錦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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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